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那今天就來到景美市場 今天就來跟這個 生坑臭豆腐鴨血的老闆娘消費看看 看好不好吃 老闆娘生意也蠻好的 老闆娘你好 我今天準備好自己的碗 那就是一人份 你要綜合五十嗎? 好,綜合 綜合五十 對 你要小辣還是辣一點? 小辣就好 好的 因為我上次是不是在新店看到你 對對對,沒有錯 因為你那時候跟我講說 您就是假日會在景美市場 對對對 欸,那你這個 來,我幫你裝 好,謝謝 一百八塊一百五 一四六六可以嗎? 四六六可以 好,那現在就吃吃看 哦,蠻好吃的很嫩耶 嘿嘿嘿嘿嘿 嗯,好吃耶 三個顏色 三個顏色 一個都四六 哦,這是鴨血啦 鴨血蠻嫩的 鴨血蠻嫩的 鴨血 好,在這個吃豆腐我最會了 嗯 有入味齁 嗯 我個人覺得還蠻好吃的 好,這個 鴨血很滑口 而且這樣五十塊CP值還蠻高的 真的謝謝 嘿嘿嘿嘿 嗯 讚讚讚讚讚讚 一百八塊一百五 一隻 欸不,玉盒包 上面這個箱子都有這邊 假如這個鴨血跟豆腐比起來 我比較喜歡吃鴨血 鴨血真的很嫩 好,老闆娘很親切 那所以就 鴨血九十分 然後 臭豆腐就 八十五分 鴨血比較好吃 好,湯頭不錯 好,微微的辣 然後帶著這個中藥的湯頭 蠻不錯的 好,這塊 可能沒辦法控制的 很重 這樣五十塊我覺得CP值很高 好吃 蠻值得吃的 好,生意也蠻好的 好,在這個 集美街四十號的對面 好,這個叫廠祭啦 我上次唸有口誤 好,那我再買一份那個 麻辣鴨血外帶 中藥 中藥,外帶 對 你剛剛跟客人講到說 這個鴨血都是環南市場出來的 對 全台北的鴨血都環南市場出來 好像鴨血比較稀少 不會啊 應該好像看新聞上講說 就是台灣是 豬血多鴨血少 對 但是 所有的鴨血啊 它不是純鴨血 都是雞鴨血混合 雞鴨血混合 它沒有純鴨血 你找不到純鴨血 因為沒有那麼多鴨啦 老闆謝謝喔 謝謝 好,掰掰 好,那老闆娘很漂亮 那這邊的營業時間可以問一下嗎 就跟一般市場一樣 六點到 七點,差不多七點到中午 七點到中午 好,謝謝 掰掰 好,那就是三樣 好,掰掰 茶菜就逛一下菜市場 好,本日的帕兔 這個菜市場真的比較多 好,這老闆娘的鴨血很好吃 可以試試看 好,掰掰 當午階市中間 哇!好漂亮啊! 好!這個菜場真的很熱鬧啊! 哇!山藥很漂亮啊! 哇!山藥很漂亮啊! 這是賣素食麵線啊! 看起來不錯啊! 謝謝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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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參考剛剛 很香喔! 好!那到這邊就回合了! 好!可以感受到這個菜場人非常多吧! 好! 哇!看到喔! 哇!哇!哇! 對啦! 對啦!對啦! 對啦! 百分之五期啦! 好!鳳梨豆醬梅子豆醬 微辣豆腐乳 哎呀! 百分之五期啦! 好!老闆感覺蠻熱情的啊! 好!可以參考看看 好! 這在賣竹筍的第二攢 三峽利竹筍 這家鮭魚很漂亮 真是寫蓮藕肉圓 感覺還不錯 蓮藕肉圓還蠻特別的 很小巧 大式鮭魚 這個肥滋滋的滷味 這一家麵攤我也吃過 但是個人吃起來覺得是還好 發財機 這是寫宜蘭梨仔糕 蠻特別的 好多葡萄 好吃 好多葡萄 好吃 我先做完再打 好 那就回到這邊 那 只有禮拜天一天在這邊 禮拜天在這裡 對 然後禮拜五在新店的建國市場 對 人愛市場 就兩天這樣 好 下午 好 掰掰 好 好 好繼續再往下逛 好繼續再往下逛 好 那就希望早上逛的這兩個菜市場 各位朋友會喜歡 雲零串頭 好 好 那已經跟店家解釋過了 就是走緊了 好 像這個就 如果沒有買這樣走過去拍 就是有時候店家會比較好奇的會詢問啊 就這樣 好 好 那原則上金美市場 它這個東西種類還蠻多的啊 哇 這玉米很漂亮啊 好 後段的話就 比較沒有那麼多人啊 好 這個是火鍋料類 好 那最後就到了這個 廖家祖傳秘方紅糟肉啊 好 那他們的紅糟肉已經上過很多媒體的報導 然後 老闆看起來依舊是那麼的帥啊 嘿 老闆早 好 這個看起來就是很療癒的感覺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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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的 好 他們這個紅糟肉的話就是 台北市非常夢幻的紅糟肉 紅糟肉 紅糟肉 很好吃很好吃 那如果看到的話就必買 好 那 因為拍過很多次嘛 今天就用走緊 好 老闆掰掰 好 見到了 OK 好 那這家就是很好吃的紅糟肉 好 那剛剛那個鴨血收得五 蠻值得買的啊 然後這個市場東西非常多 可以來逛逛看 然後晚上後來也有很多小店家 就是小吃店 好 那各位來就祝我們用餐愉快 祝各位朋友愉快的一天愉快的週末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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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